《中文字幕》 那時候我剛回來不久 從國外回到二十年前的事情 我正好帶頭在關西基建案 最後有一天我知道下禮拜會被篩掉 因為前面有很多石頭水尖 我們在那裡玩棋、五子棋、五小的做法 講一講 我跟兄弟討論 結果大家也贊助不要 但怎麼辦呢 我們就要求怎麼能把它剪掉呢 我心裡想 還沒被拆掉應該就有辦法 所以主會會議 我們就想了一個辦法 大哥想了一個辦法 大哥不要有錢 他說我們 因為他們要改建的一個理由是 他漏水太老舊了 我說我們兄弟出錢把它修好 你們不滿意 你們明年可以再拆 你們滿意就保留下來 結果他們非常勉強地讓我們通過 因為他說發包都花好錢 然後六百萬都出了 他們非常不願意帶 我說你們可以拆啊 讓我們先修一修 就這樣 所以結果我大哥發了差不多兩百萬 還有我們幾個人也有出了 所以我的名字也在這裡 出了五萬 把它保留下來 把它修好 本來這些一間 我們把這個中間的牆打掉 所以基本上萬老 保留下來 所以很多人來看這個地方 我說這個地方 台灣比這個堂皇的那個建築三樓院都有 我們可以相信 我們想做足夕的地方 在日子中 做足夕地的地方 說完 建築三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